今年iPhone 16 Pro的升级 确实没有去年iPhone 15 Pro升级来的这么猛烈 AI目前在国内也用不了 那有朋友问 老iPhone用户到底是选降价已经很多的iPhone 15 Pro呢 还是iPhone 16 Pro呢 但我从9月20号用到现在 在体验上还是有区别的 也总结了6个维度供你们选择参考 看完就知道怎么选了 首先当我自己上手之后 感觉和iPhone 15 Pro也差不多 没多厉害嘛 那在外观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屏幕变得更大更长了 相比iPhone 15 Pro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多出来这么一点点小啾啾 其实在视觉上的话 我也就能感受到边框变窄了 基本上带个手机壳 就看不太出来了 新增了一个今年争议很大的拍摄按钮 说实话我目前还不是很习惯 那么有很多朋友会问 这个钛金属边框会不会掉漆 其实不用担心 我15 Pro用了一年 也没有出现过掉漆的情况 关于手机的性能 宣传的时候又是什么第二代三大米制程 又是什么全新的中央处理器 图形处理器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担心 不管是A17 Pro芯片还是A18 Pro芯片 它们的性能对于我们日常来说 那都是过剩了 反而我们要在乎的是发热量和能耗 手机用起来烫不烫 其实是蛮影响心情的 因为在发布会上说 今年这一代的iPhone 在散热架构上有很大的改善 我使用的这段时间 发现发热问题确实好了很多 这一点iPhone 16 Pro做得很好 再加上机身变大了 电池也变大了 芯片能耗优化等等因素 iPhone 16 Pro的续航相比15 Pro更长了 其实那也并不差 正常使用于不玩游戏到晚上 还有大概30%左右的电量 因为我手上15 Pro的电池健康度 没有100%了 所以没法量化这个续航数据 但是在发热测试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它的表现 好的 我们将手机静止导相同的温度 25度的室温 开始游戏温度测试 分辨率为超高 帧率为高刷 画面总质量为高清 每隔5分钟 使用热成像仪进行测温 持续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15 Pro的温度 从5分钟的40.3度开始快速升高 然后在45度左右开始保持 那16 Pro从5分钟的39.7度 开始逐渐升高 然后在42度左右保持 很直观地看出 在这一个小时的区间 16 Pro的升温速度 是没有15 Pro这么快的 其实冬天用的还好 特别是前两个月的高温天气 iPhone 15 Pro没一会儿 它这个屏幕就过热降频了 强制给你变暗 挺难受的 说实话 在摄影部分 今年iPhone 16 Pro的升级 其实还是蛮大的 超广角镜头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 明显的就是细节变得更多了 解析力更高了 长焦也是从上一代的77毫米 上升到了120毫米 相当于是Pro Max的长焦 下放到了Pro上面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大的屏幕 但对摄影又有要求 这点升级我是很喜欢的 同时原相机里面 还更新了一个滤镜系统 可玩性还是蛮高的 之后会专门出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在视频拍摄方面 苹果今年又给了我们惊喜 从之前可以拍摄4K60帧的Apple Log视频 到这一代iPhone 16 Pro 可以直接拍摄4K120帧的Apple Log视频 这个是真的牛 很多专业相机还没法拍摄到4K120帧的视频 而且它这个画质依然很棒 虽然只有一颗主摄能够拍摄4K120帧 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像有时候出去玩拍拍Vlog 那一部iPhone 16 Pro 它的画质完全完全够用了 我不否认iPhone 15 Pro的箱 有Apple Log可以拍摄4K60帧 但是在发热问题上 无庸置疑iPhone 16 Pro真的好太多了 假如续航增强 用16 Pro拍摄Vlog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越卡片相机了 同样长焦从77毫米升级到了120毫米 无论是拍远景还是各种演唱会 都游刃有余 也正是因为长卷的优势 我们可以轻易地拍摄出相机的那种虚化 今年iPhone 16 Pro 除了能拍摄4K120帧的视频 其实并没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升级 那好在散热有巨大的改善 不管是打游戏 拍视频 看电影 甚至包电话周 体验都要比上一代好不少 我从一开始拿到手 头两天使用让我感到普通 到全面体验之后得到了惊喜 没有AI加持的iPhone 16 Pro依然值得购买 那如果说你是iPhone 11或者12的老用户 值得换新 但是现在别着急买 因为刚出来 大部分的应用在界面上还没有适配好 可以等它一两个月 到时候价格也会更香 那如果说是iPhone 13 14的用户 我的建议是等一等时期 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摄影爱好者 那还是值得充打 可观性很高 好的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之后还会出更多 关于iPhone 16 Pro的拍摄小技巧 可以持续关注微博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